我怎样才能联系上姚明 克里斯·史密斯私信中国篮球记者宋祥 李凯尔的待遇让他眼红 客观而言 如果没有选择规划 安德森在NBA只是一名普通球员 自然无法获得耐克的青睐 但当他加盟中国男篮成为李凯尔之后 他的商业价值和关注度陡增 迅速获得耐克提供的商业代言合同 这就是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优势和魅力所在 看到李凯尔的待遇以后 毛遂自荐的球员逐渐增多 克里斯·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球员来头不小 他是NBA球星JR·史密斯的亲弟弟 但是同父同母不同命 JR在NBA打了16个赛季 巅峰赛季场均得到18.1分 成为年度最佳第6人 并在2016年和2020年夺得NBA总冠军 职业生涯赚到1亿多美元 弟弟克里斯2012年参加NBA选秀却落选 后来通过哥哥的关系和尼克斯签约 不过只打了两场比赛就被裁掉 被裁掉以后 他加盟尼克斯的发展联盟球队 但是一个多月后再次被裁掉 同一年他参加发展联盟选秀大会 但没有被任何球队选中 此后就一直在海外联赛效力 如今35岁的他是一位自由球员 他想要姚明的联系方式 想要为中国南篮效力 想要得到一大笔钱养老 奈何三个规划要求都达不到 一是跟中国有血缘关系 二是有文化认同感 三是水平越高越好 李凯尔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2018年的时候来中国认亲 被写进李释迦普 和中国亲戚烧香祭祖 29岁的他正值当打之年 他是最符合规划要求的球员 克里斯史密斯完全不沾边 他没有中国血统 甚至都没有来过中国 别谈什么文化认同感 另外他的水平达不到规划要求 无法在NBA站稳脚跟 在发展联盟也混不下去 加上他如今已经35岁了 凭什么觉得自己 能得到姚明的认可呢 最后说回李凯尔 他的团队对于规划经济待遇 要求并不高 提出的金额不过100万美元 而且这些费用 由赞助商来承担 中国篮协并没有出多少钱 国足六位规划球员 一年的费用高达8.7亿元 李凯尔的规划费用 折合成人民币714万美元 跟外籍教练乔尔杰围棋的年薪一样 跟足球相比堪称白菜架 希望大家能理性看待他的表现 现在把他捧得越高 到时候就骂得越惨 唯有降低期待才能获得惊喜